据说是这个张春桥姚文元到了北京的 王虎文元到了北京的 他们传了军章 据说是徐老山 就是徐景仙没有传过军章 这是我们还是没有 有这么一个说法 有这么一个印象 我们还没有仔细的考证 所以一身军装的流行 是哪里流行的 是北京红卫兵 把一身军装的从武的审美 从上武的审美带到上海来的 在上海传播的 在上海流动的 在上海流行的 但是并不像北京这样子 那么广泛的 那么普遍的流行 而且他主要在哪里呢 主要在一些革命造反派的 国干力量当中 他们要显示自己的身份 显示自己的身份 主要在哪里呢 在红卫兵革命造反派当中 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现象 叫小分队现象 就每个造反队啊 造反派啊 他都有自己的一个 一个文艺小分队 文艺小分队 这个文艺小分队呢 他们是穿的军装的 他们要在舞台上 在街头 要掩饰宠武的审美 要掩饰造反派的气 风格 要掩饰造反派的个性 所以呢 在上海啊 这个一身军装 并没有成为大规模的 群众性的 这个一种基地装作 他在造反派的 国干当中 在小分 造反派的小分队当中 他们是 在进行的 所以我们来看 这么几张照片 这是 这是毛主席 最后一次就见红卫兵了 第八次就见红卫兵了 这是上海 黄埔江 这个你们都知道 一看就清楚 这个我们当然 花了很多功夫 到处 我们有多好多照片了 对吧 关系上海文革 有几百张照片了 对吧 所以这个呢 是那个 那个黄埔江办 这个 红卫兵在宣传 小分在宣传 你看他们是一身军装 上海的市民 一身蓝 一身黄 一身绿 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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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文革初期 上海马路上 辩论的人群 在辩论 这个可能是一个 旁边的影视店的 一个服务员 还穿了个白衣服 戴帽子了 一个白衣服 你看 这个在辩论 装盘子的 装盘子的 这一个服务员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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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路上的 这个 市民在辩论 你看 上海的市民 穿了什么衣服 夏天 穿了背心 我跟你说 我看了一张 王洪文的照片 王洪文当时 一级工总师的司令了 六七年 打掉联丝 上财团打掉联丝 第二天 开一个大会 王洪文就 穿了个背心上去了 坐在主角团 坐在那里 坐在这里做了一个 就上面一个台上 穿了个背心 就那个时候 就是这样的一个服饰 你们看 这是上海的 文革起来了以后 上海 马路上辩论的人群 他们的服装 他们的服装 这个照片呢 我们是做辩论用的 但是我今天把他拿出来 我让你们看服饰 看服装 这个什么 这个是不是中子 刚刚开始 是南下的北京红卫兵 你看 他们一身军装 戴着像张 戴着帽子 北京的大袖章 他们要传播毛泽东思想 然后到上海的弄堂里 看到吧 教女同学跳舞 教女同学跳舞 上海的女同学 你看那天 66年冬天 他们穿着两用衫 穿着花布棉袄 他们在跟北京红卫兵 学跳舞 他们的服装 你看他们的服装 所以我们看 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 刘德宝是一个 现在上海的 是一个红色的收藏家 他向我提供了一张照片 当时 我告诉大家 到北京去串联啊 是有这么一个故事的 所有的大学生 在校大学生 全部可以到北京串联 全部可以到北京串联 如果是你们66年啊 你们所有的大学生啊 你们都可以 你们都可以 吃饭不要钱 宿舍不要钱 乘车不要钱 全部到北京去见毛主席 高中生 高中生 是五个里面选一个 班上投票 五个里面选一个 初中生 十个里面选一个 十个里面选一个 免费到北京串联 这是正规途径 正规途径 但是你晓得 所有大学生都去了 高中生是五个里面选一个 还有四个去不成的 这个初中生是十个里面去一个 还有九个人去不成的 那九个人 那四个人怎么甘心呢 对吧 纷纷从各种途径走 你们这 因为为什么 我只要离开上海 我就要离开上海 我就学生证 我就没人管了 我就到处可以乘车子了 到北京串 也可以的 对都可以 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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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所以我当时 家里成分不是很好 所以我根本就 选举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可能 我根本就不可能选得上 我根本就在旁边 是不想的 但是心里是八八八 想出去的 那么我告诉你们 当时知道 说是当时有个传说 说当时南京长江大桥 没有建立起来 说是南京到浦口 有个红卫兵检查站 所有到北京去的人 拿出三当证明 一个身份证 成分证 你什么成分 你是不是红武略 然后有一个 你是不是红卫兵 你还有一个 去校里给你开一个证明 要三个证明在那里去 所以呢成分不太好的 都不敢往南京 这个这个路条走 往哪里走呢 往南方走 往杭州走 所以我们后来到 十月初的时候 我们是带了 我们一帮同学 始终从买了一张 上海徐家会那里 乘了个长途车 跑到松江 松江呢 买一张到加善去的票子 为什么 车子一过加善啊 我们就是到浙江串联的 上海红卫兵了 我们就离开 离开离开这个 这个上海了 但是我们买了 到了加善的票子呢 我们加善不下来 到杭州 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 是到了加善停 那个车子一站站停的 到了加善是停下来的时候 我们紧张了不得了 怕上来查票啊 车子光光光开了 开到杭州 我们又紧张 不要出不去啊 谁晓得大门畅开 哗哗就出去了 到了杭州火车呢 一出去 到了队过 半红 拿一张学生证 半票 马上吃饭 吃好饭以后 给你一张票 啪 让你乘车子 到那个 我们住在车大厨中 就是 你就完全都是 畅信无主了 然后我们到了杭州以后 我们要到哪里 就到哪里 就免费的 全部都免费的 那么这个 什么呢 他这个 刘德宝呢 是一个红武类出身 他给我提供了一张照片 他一身军装 上海人 一身军装 他是正式代表 正式代表 所以能够选到到北京啊 他开心得不得了 爸妈妈妈也高兴得不得了 于是这个小孩子呢 他说到北京去了 我要像北京一样 一身军装 家里没有军装 正好隔壁有个副院军人 有一个副院军人 于是向副院军人 借了一套军装 所以上海去的 学生队伍当中 他很常非常显赫 一身军装 拿个毛主义录 在天安门广照了照片 所以上海的 这个军装的流行 是北京一身冲武带过来的 他主要在造反派的 锅干当中 在小分地上流行 但是实际上呢 他在整个一个 他从硬件 从物质来源当中 他比较少 他这个资源比较少 来源渠道比较短 第二 跟上海整个一个市民文化 他的一个 对于宠武的审美的 这个认同的程度 甚至还有个别 对小资的美学 有强烈的认同 他还有点排挙 这个都是纠缠在一起的 纠缠在一起的 所以一身军装 他作为一种造反的象征 在上海跟北京 流行的 流通的情况是不一样 不一样 那么伴随着 这样的一个群众 一身军装的 宠武的审美 流行起来以后 广大的老百姓 广大的群众 是什么呢 老三色 老三装 灰的 黄的 绿的 蓝的 这样子 这种颜色的 这种 这种 军变装 中山装 还有一个什么 那个什么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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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种 不是一种很 就是当时来说 很 很 比较一般的 工装啊 一种工装 一种 一种那个 军变装 一种就是 中山装 这样的一种形式 所以呢 一方面是 一身军装的 宠武的 威武跟神采 一方面呢 就是 老三色 老三装 千人一面的 会让很简单 整个一个社会 整个一个城市的 服饰 它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呢 我们说呢 我们看这张图 看这张图 这是人民广场 拍下来了 前面是解放军 红旗招展 红旗招展的队伍 前面解放军 拿着毛泽语录 后面全是上海的群众 你看 解放军 黄的 红的 后面一大片 一大片 蓝的 灰的 所以我们说 伴随着一身军装的 整个一个市民的 一个服装色彩 它是千人一面的 它是灰的 蓝的 这样的 军变装 工装 中山庄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种比配 我们说 一身军装 是针对 资产阶级 意识形态的批判 就是一身军装 它导致了 因为批判资产阶级 就是所谓 资产阶级的服饰 比较滑贵的服饰 高雅服饰 全部压下去了 它造成了 就是千人一面的普遍 这个千人一面普遍 又迎合了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所以这里面 它形成了这样的一种 一面是一身军装 一面是千人一面 这样的一种状态 一种整个城市的 一个服饰的状态 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 一开始讲的 一个面向 下面 我们要看看这个社会的变化 看看社会的变化 我跟你说 这个66年8月23号 我们做社会的史 所以有的那个 有那个学者啊 那个打电话来问我 他说你这本书 你这本书 为什么第一章是人口 第一章是人口 为什么你第一章 不是破识旧 这个无事打电话来 他说你应该 第一章破识旧 因为破识旧 8月23号 红门兵上街 把所有的卷法 这个长头法 这个 比较时髦的裤子 皮鞋 全部剪掉 全部剪掉 这个 他说是 文革是大规模的 进入了群众生活 就是破识旧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里面是这么处理的 破识旧是肯定要写的 因为我们变青年制的时候 我们写了一个破识旧的章节 送上去以后 他省的一个意见是过系 过系 所以暂时我们就把它搁置了 暂时搁置了 这个我们具体 下次我们再讲 就是我要告诉大家 8月23号 全国从北京开始 摄影发表以后 全国特别上海 南京路改成了返地路 淮海路改成了返修路 就返地返修 为什么呢 因为南京路呢 有50产案在这里 所以改成返地路 返地国主义 返地国主义 淮海路呢 小字 味道很足 所以改成返修路 然后呢 这个上街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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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捡裤子 捡衣服 尤其是8月23 24 有些医院里的护士 那个 有些那个幼儿园的老师 有些纺织场的女工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还打扮得满花枝的 下班以来 哈 满街道的红一兵 冲着 头发剪掉 裤子剪掉 吃了个脚 拿了个皮鞋 吃了个脚 有的皮鞋都不拿了 就逃回家 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说 这个是 很多红卫兵 在68年的时候 就是当时 冲着这个街市 所有的蛋糕店 全部停掉 皮鞋店 全部停掉 所有到饭店 吃饭的人 必须自己端饭 自己端菜 没有服务员给你拿的 当然我们这个历史 将来肯定是要研究的 68年8月 非常风趣 云涌的 非常激烈的 破释旧的 进入群众生活的 一个大规模的行动 你注意啊 68年8月 现在我讲是 67年6月 实际上 只有8个月时间 67年6月的时候 到67年6月的时候 一年都不到 就8个月的时间 当时啊 到了67年份的时候啊 上海的文革啊 已经经过 越革命夺权了 这个权力已经 转移到造反派手里了 所以造反派 越夺权以后呢 他开始批判 叫陈朝 就陈辈显朝的 就当时文革前的 上海两个领导 而且呢 上海呢 是开创了 中国文革史上 唯一的 也是大规模的 电视现场转播 批刀会 运用电视 这个这个手段 当时 现在电视进的千家万户啊 对吧 你知道 去年毛泽东死的时候 全部单位都要悼念毛主席 看毛主席悼念的现场的时候 我跟你说 当时我在中学里面 是 这个中学里是问一个 家庭条件非常好的 一个家庭 家里一个酒顺电视 家里一个酒顺电视啊 家里条件非常好的 是请他们家里 这个酒顺电视 从家里搬过来 搬在学校里 一个小厂厂上 给大家看的 那个电视机的流行 你看 那是76年了 所以当时 当然上海电视 在文革前就有了 上海就有电视了 就有电视了 但是单位里 是可能是有的 单位里是有的 所以上海开创了文革史上 第一个批斗会的电视转播 这是上海唯一的历史上 所以当时上海分成各行各业 组织批斗会 各行各业组织批斗会 就某一个行业 你组织什么专题 某一个行业 你组织什么专题 那么财贸行业呢 就是工商界的这个财贸行业呢 它组织了一次什么呢 是批判陈朝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就批判当时市委领导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他批判这个主题 结果这个主题的这个 这个这个主题的这个 这个是6月8号 实际上是6月8号这个6月7号批判的会 为伍伴随这个配合这个这个批判会呢 6月8号呢 上海检方的报啊 上海文会报就发色论 他们都配合好的 这边是一个群众性的电视转播的批判大会 第二天就是一个色论 就是一个色论 结果这个色论上不经意的透露出消息 68年 67年6月8号这个色论 上面有一句话 社会上的流氓阿飞 一番往常 提前两个月出来活动了 哎呀我大 我看这个色论也大吃一惊啊 我们做研究 发现很细小的一些信息啊 你要捕捉得到 你要学会捕捉到 这个是讲成潮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 怎么在这里面 这个色论里面出现了 社会上的流氓阿飞 一番往常 提前两个月出来活动了 我跟你说 6月6年8月23号 那么就是什么 8月 9月10月 半年 6月8月份 很少资产阶级屋里着水 剪掉包头 剪掉皮鞋 剪掉小鼓球管 剪掉花裙子 但是 6月7年 4月份 刚刚开春 这半年 刘马阿飞 已经开始出来活动了 什么叫刘马阿飞 花盒子衬衫 小区裤管 飞机上的头 又悄悄悄悄的 在这个街上流行了 上海啊 这个城市啊 上海市民的这种 这种小吃的 这个情怀啊 这种情调啊 所以这个呢 我想这是 他们的一种 生活方式 一种生活的打扮 来挑衅这个革命 来不认同这个革命 当然这是一方面 当同时我们发现 在当时整个社会的时候 除了革命造反 以外 社会的革命造反的 群众队伍当中啊 分流出一种叫逍遥派 逍遥派 你们两排斗 你们两排打 我们什么都不管 我们只管自己 我们逍遥 所以叫逍遥派 逍遥派 所以那些 刘马阿飞出来活动 穿着一种 一种那种新的服装出来 实际上他有点 挑衅这个革命 而这个逍遥派呢 他是躲避着革命 躲避着革命 这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 日历上是 六七年五月十号 日历是六七年五月十号 是当时 宏伟战报上的一个漫画 一共四复 一共四复 所以当时有句话 我不知道 大家知道不知道 叫路线斗争 跟线路斗争 你们去搞路线斗争 搞革命造反 我们呢 逍遥派 搞线路斗争 什么线路斗争呢 女同学接毛线 男同学 装无线电 自己装无线电 交大的同学 同纪的同学 复旦的理科的同学 都装小电视机了 到那个求江路去 逃什么二级管 三级管 什么什么 到那去逃来逃去 装那个收音机 甚至装电视机 女同学呢 接毛线 接毛线 接毛衣 有几个传说 说是 这个海运学院 海运学院当时 有些 在文革前 有些工农子弟 家里情况不是 经济情况不是很好 所以文革期间 他们系里面啊 专门在这个宿舍里面啊 买了一个缝纫机 买了一个缝纫机 是让他们打补丁的 打补丁的 方便一些 结果这个时候 到六七年的时候啊 海运学这个缝纫机啊 还要扔到了不得了 白天黑天 到处的人在 做衣服啊 去修衣服 在那裁衣服啊什么 最后来复旦在那里讲了 哎呦 海运学应该多好 他们的宿舍里有缝纫机的 体育学院的学生 在制造一种叫马桶包 你有印象吧 马桶包圆的 圆的像姑一样的 一杯很神奇的 是人造歌 做人造歌的 做的一种马桶包 很时髦的当时 所以呢 逍遥派啊 也出现了 也出现了 所以我们说 这个逍遥派 它是躲避革命 躲避革命 这个小流氓出现 我们也不叫小流氓 就是说一种 小资倾向的一种肤色呢 它是挑衅革命 所以我们说 这种称为 小资的 新的一种 花贵的一种衣服出来呢 我们说 它实际上是对 宠物审美的反叛 后者呢 就是逍遥派呢 它是对宠物审美的疏远 前者呢 反叛者呢 他坚虑一些 荒诞一些 苏愿者呢 委婉一些 平和一些 但是都是对 一身军装的抗拒 都是对 千人一面的鄙视 鄙视 他们既是对 一身军装的对抗 又是对 千人一面的鄙视 鄙视 所以一种新的 一种审美的意向 开始在群众当中 随着革命的进行啊 革命的进行的复杂 消散啊 另外一种倾向 情绪啊 另外一种倾向 起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